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妨碍公务罪因而来入狱三个月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其实是非常沉痛的控告 我们公权力 其实是打压我们的言论自由 为什么我们报数会是犯罪 报着老数到底犯了什么罪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是宋宗明一成 希望他能够在里面平安 但是同时我们在这里召开记者会 来控诉公权力打压的言论自由 江峰户数是台湾户数史上 最壮烈的一起战役 虽然他失败了 但是这个是在教育史上 非常非常非常不OK的一个案例 其实在那一个时期 是最好的一个教育场域 让学生们去看到说 他们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学校就要去阻挡学生 去观看 然后去做任何的评论 这真的是我们觉得非常的感慨 那江崔户数因为抵抗 抵抗卡车跟怪手有20多个人被 被阴防爱公共起诉 那这个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心痛 我们又再一次的证明了 就是我们检调我们司法我们政府 到底对于人民上街行使公民不服从的态度 还是一样不明就里 九法事宪案经过昔日的四四五根 去年三月的七一八四字出来了 都已经告诉大家说 就是我们的集会和刑法 有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前置人民上街的自由 打压言论自由 那现在我们政府竟然还遭反省 改用刑法来这样子滥诉 钳制人民上街的权利 那我们必须在这边说 改用刑法滥诉的这样子的行为 已经不只是在打压言论自由 而是在威吓人民上街 告诉我们这些 就是要捍卫自己权利的人 告诉我们说 你看看这些人 如果你上街我就用刑法起诉你 这样子的一个 不知反省的态度 是我们必须要在这里郑重的强调 我们不会就此噤声 捍卫言论自由到底 为什么叫慎诉陆域记者会 因为刚刚如同玉琪刚刚提到的 就最近最高行政法院的二审 已经判决淡北道路的环平 的这个确定是环保署和新北市政府败诉 我们胜诉 那当初提这个行政诉讼是由我跟另外一位淡水的居民 福奇博 我们一起提的这个行政诉讼 那经过一审 经过二审 环保署跟新北市政府都败诉了 我们都胜诉了 所以淡北道路的环平要被撤销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必须重做 所以我们胜诉 那但是我今天要入狱 所以其实这两个事件 这两个判决 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在环境运动上 代表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 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途径 不同的工作正在做 一方面我们在街头抗争 我们或许因为这一次妨碍公务被用来烂诉 所以我要入狱 但是另外一方面 当我们透过行政诉讼来争取的时候 的确能够某种程度的矫正 现在行政单位所做的不当的措施 中民现在要将这个我们代表言论自由 代表人权的少数 来交给我们的绿党的伙伴们 来 那我们会继续在这个场外 中民虽然要进去监狱里面了 但是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个人权的种子继续扎根 我们会继续的把我们这个护数的行动不会停止 那我们现在请中民把这个数来交给我们的绿党的伙伴 我们会在场外继续努力 好 我们一起来喊个口号 护数无罪 护数无罪 还我言论自由 护数无罪 护数无罪 还我言论自由 今天是将对护数的妨碍公务案要不见复兴 那一方面其实我们对于保护环境的议题 还是坚持要继续坐下去 因为很刚好最高行政法院也判决 我们的淡北道路环平的行政诉讼是胜诉的 所以行政诉讼赢了 但是妨碍公务输了要进去坐牢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恰好的对比 就是我们在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上都持续地进行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也是一个抗议 就是当集会有刑法已经因为事先案 所以不能够再滥用之后 反而公部门继续使用其他的刑事的案的法律来约束这些表达意见的人 那尤其是妨碍公务 它其实不是一个关乎言论自由的罪行 但是它却被用来钳制言论自由 那相较于之前当我们在谈集会有行法的时候 是非常明确在谈言论自由的 其实那时候反而更好 可是这个时候反而进入一个隐晦的状况 让公部门可以掩盖住言论自由的本质 就是用妨碍公务这样的罪行来约束 甚至使人民竞胜 所以这次的恋意也是一个抗议 好 谢谢